《江峰漫谈》 朋友们好 三天前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官员巴切莱特 结束了中国新疆之行 在即将离开中国之前 他开了一次在线的新闻发布会 他说这次访问不是一次调查 而是一个与中国最高领导人 关于人权问题直接探讨集会 肯定会有朋友说了 你不去调查 你不去揭露中共在新疆的人权迫害 甚至种族灭绝 你干嘛去了 跟中共这个领袖有什么好谈呢 你不去跟中共同台唱戏去了 我觉得这个事儿还真的不能这么简单看待 巴切莱特目前他的官方身份来看 是联合国最高人权权威和倡导者 非常多的国际组织、政府和大型企业等待他的表态 当然这个表态不是刚才咱们说的 他的新闻发布会的那个讲话 而是他的办公室关于新疆问题的正式的调查报告 为什么等这个表态等这个调查报告呢 咱们看一看大的背景 2021年1月份 美国国务院正式确认了中共在新疆犯下了反人类罪行 包括监禁、强迫绝育、酷刑等等等等 大家看这个时间点 这是川普政府任期的最后几天 而当时的国务卿是蓬佩奥 他做出这个声明 不仅为川普增添了一份厚重的正面的政治遗产 也把新疆问题这个热山域交给了向来以人权问题为重的民主党人的新政府手中 我们可以从一个事实上看得出来 对新疆问题这个态度上的确是让拜登政府难堪的 大家注意到一个现象 就是拜登上台之后 这美国驻华大使一直是空缺嘛 迟迟无法道人为什么 有一个例子很说明问题 就是共和党议员卢比奥办公室发布过声明说 如果民主党不通过新疆法案 共和党就不会通过拜登政府的驻华大使提名 2021年7月份的确是有一份新疆法案 但是他为什么在众议院一开始就不能通过呢 佩洛西强烈阻止了 甚至因此有很多人就说说你佩洛西就是亲共的 佩洛西还一度的跑出来不断的解释说 我8964之后我上过天安门打横幅谴责中共的 我才是中共政府最讨厌的人物 那你是中共政府最讨厌的人物 那你为什么要阻挠这个新疆涉疆法案的通过呢 还是经济问题 民主党的绿色新政打压国内的生产石油 超量罚出了1.9万亿的救济法 经济膨胀就碰到了天花板 国内的反对声音很大 他必须找美国之外最大经济体中国来协调出路 因此不敢把路走绝 特别是新疆的经济产业链很特殊 你看一个是长绒棉 中国大陆国内纺织业接近90% 很多的原材料是来自新疆 美国要是出台新疆法 那么跨国集团就无法跟中国的纺织业签订合同 还有番茄酱 全世界番茄的种子 几乎都是美国的亨士公司提供的 反过来 这个卡夫亨士又大量的在新疆种番茄 又采购新疆的番茄酱 美国的商场 叫什么麦当劳 很多快餐店都少不了番茄酱 所以国际资本对于新疆的依赖是很重的 还有什么光伏产业太阳能发电 这是民主党律政的重要一环 这太阳能板少不了新疆生产的归原料 所以蓬佩奥代表美国国务院宣布 中共在新疆犯下种族灭绝罪之后 就掀起了一轮美国国内的政治角斗 问题来了 为什么最初没有通过的新疆法案 最后又通过了呢 是谁促成的 说出来很多人都惊掉下巴 是谁 习近平 2021年7月份没有通过法案 刚才说对不对 因为民主党非常需要中共方面的合作 配合来缓和国内经济困境 但习近平干了个什么事 他在他那些著名的坑爹国师们的鼓励下 确立了东升西降的重大战略判断 因为疫情对全世界影响了 似乎给中共一个弯道超车的绝好时机 我跟你说这个判断一直影响到今天 包括什么清零政策也是这样的 我豁出去了我就弯道超车翻车就算了 他就是要超过你 这是个政治上进行重大冒险 直接挑战美国的机会 他这一看 你们美国国内的确不咋样 是吧 根据情报反应 你们国会都不敢通过新疆法案来挑战我 但是也有明白人哪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就是在2021年8月 也就是美国国会7月份没有通过法案 他8月份就说了 你中共不要想当然 是不是 东升西降这个想法是错的 美国就算犯错 以后他都可以重塑自我 可以重新振作 这一届政府不行下届政府再来 说白就这个意思 是吧 美国到目前为止 它一样可以吸引来自全世界各地的人才 充满活力 同时李显龙警告中美之间冲突会带来严重后果 两国应该互相交涉避免冲突升级 台湾问题上呢 就很有可能误判与错判是有风险的 警告中共 看得很清楚 但习近平继续猖狂 猖狂在11月份到了极处 11月16号不是习拜会吗 是吧 你看新华社通稿里面 习近平对拜登有四个指出 六个强调 大家乍一看 这拜登好像是习近平任命的美国领导人同志 拜登在那篇通稿里面只有一个表示 是吧 地位卑微的很 被强调了一番 被指示了一番 之后自己表示一下 表示不改变中国体制 不寻求冲突 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这个期间 习近平做了两件大事 第一 甩给美国两份清单 很牛啊 要拜登彻底放弃川普时代过来的对华政治经济政策 第二 就在习拜会刚结束没多久 习近平联手普京对美元霸权宣战 中俄建立绕过美元的独立贸易结算体系 你说他真是 我是不想说难听的话 可是也没有比愚蠢更合适的形容词了 是吧 大家看吧 第一点 彻底否决川普时期政治经济政策 你不但没有办法帮助现在的白宫振兴经济颓势 你反而逼着美国国内共和党起来造反 对不对 第二点就更厉害了 拜登在整个国际格局判断上是放了中共一马的 是把俄罗斯当作首要敌手来对待的 中共只是个竞争对手 然而乌冬形势骤然恶化 战争风云密布 在这个节骨眼上习近平跑去找普京联手 而联手的内容竟然又是挑战美元霸主地位 要知道无论是民主党共和党是不是 都是要挣钱吧 还有那个只看利益不看党的国际资本华尔街 最恨的就是你动他的奶酪 所以我们看2021年12月19号 这是我们在外面媒体观察到的 叫中俄联手搅动国际金融大局 这是报道出来了 同一时期2021年12月14号与16号 众议院与参议院先后相隔两天通过了 防止强迫维吾尔族人劳动法 这是我们说的涉奖法案 然后12月23号 拜登签署防止强迫维吾尔族人劳动法 于是正式成立了美国法律 这个事情就没有回头路了 美国以及美国国际贸易相关的大集团甚至政府都开始行动 拒绝任何可能与新疆瓜葛的产品了 但是这个事还没有结束 这就要回到我们今天的评论的开篇了 就是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这个调查报告这个事上来 美国国会它立的是国立法 外国政府和企业未必要跟从 毕竟不是所有国家都要为美国马首是瞻的嘛 欧盟还有很多国家觉得自己挺有骨气的 是吧 是希望他们自己不要在中美之间被迫占位 当然我们知道违背良知正义 违背国际法的事情的确是不能做 是吧 更重要的是他们要考虑什么呢 考虑如果中美之间都跟自己 比如我是法国企业 我是德国企业 都跟自己有利益关系 我怎么摆平 就拿这些跨国集团来说吧 阿迪达斯 全球采购人这个控制权在美国手里 但是原材料呢 又在新疆 那我这么一个跨国集团 我怎么做买卖 也许他们也知道新疆发生的罪行确认无疑 但是他们并不愿意被自己国内的民众认为 你们是屈服于美国压力 你们才怎么干的 那他更不愿意反着走 就是人民说自己跟中共那里挣黑钱 于是他需要个什么 需要有一个第三方 又不是中国又不是美国 一个在国际上被大家公认的机构的判断 这就非常重要了 可以决定他以后做生意 不用被这个立场的这个包袱 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的调查报告 就起这样的关键作用 那这样一说恐怕大家就明白了 是吧 为什么中共非常害怕巴切莱特执行 三年来不断的设置障碍 就是不想让你把这个调查报告 准确无误的对外拿出来 但是中共向来都是狡猾的 王毅对外称 我们一向欢迎联合国访问新疆 我们的大门是敞开的 但是我们反对你有罪推定 反对调查这个说法 所以大家就可以理解了 为什么说巴切莱特这个新闻发布上说 这是我今天一开始介绍的那句话 说他此行不是调查 而是来会谈的 反映的什么 就是这样一个巨大的国际需求 和中共的定调之间一个政治妥协 你不这么说 你此行也不得行 是吧 这句话呢 也没有错 只有这样 不说调查 而且说实话 谁都知道巴切莱特没有能力调查 中共早就把你能看到的一切都变了一样 都变成了大阪城的姑娘辫子长 我们新疆好地方 都变这个了 所以此行巴切莱特是想告诉国际社会 自己在努力形成一个更接近真实的调查报告 你们看 为此我已经去了新疆了 是吧 你们别着急 我慢慢拿给你们 要知道国际社会有多么迫切需要得到这份报告 是吧 美国这边都开始行动了呀 那么我们跟不跟进呢 是吧 那比如国际特赦组织 带着其他200多个国际组织背书来催这个巴切莱特 催这个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 你应当立即发布你的办公室完成的 关于中共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反人类罪行的报告 是吧 这个报告令人期待已久了 那当然是 你拖的越长 国际行动就越晚 中共受到制约就越晚 新疆少数民族群众受的伤害就越大 2021年9月巴切莱特办公室就对国际承诺说半年内拿出报告 可是到了今年3月份没有拿出来 那你说巴切莱特着不着急 他肯定也着急 所以你看3月份到期了 没拿出来 现在5月份成行 也有这个道理 时间点在这 这个承诺和国际压力就促成了巴切莱特自信 但是中共正好利用了国际社会的这份着急 你巴切莱特的这份着急 你来吧 我给你 但是你要答应几个条件 什么条件呢 我们已经看到了 是吧 你必须要发布符合中共的话语要求的事先声明 这就是我们观察到的 中共通外驻外大使发布的所谓巴切莱特 还没有开始新疆之行 就开始赞美中国人权得到改善了 当然 这是谎言 巴切莱特也给予了驳斥 但从这点我们看着中共是挖坑啊 它挖坑的愿望很明显 第二个就是要让他接受王毅的证书 什么书 习近平关于人权建设的指导思想 这是不难想象 这位连国家的公共厕所如何建设都要亲自指导的领袖 肯定是不会单个要给一个叫人权的这个东西 也来一个指导的嘛 那么第三呢 就是要会见习近平本人 尽管是视频连线 我们观察到的这些表面现象 很容易忽视一个更重要的事实 那就是中共现在需要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的这个到来 为什么呢 先说另外一个新闻 三天前的德国联邦经济部 就是拒绝为大树汽车集团在中国的新投资提供担保 经济部长是绿党人叫做罗伯特哈贝克 他的发言人就告诉《明镜周刊》说 出于人权原因 我们拒绝了这个担保 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在新疆的工厂是2013年上马 就是习近平上台的第一年 这是一个中共与大众的重要政治经济勾兑 《南德意志报》已经揭露过这个场交易的 当年的那场交易揭露过 大众是接受了中共的一项条件 什么条件呢 你在乌鲁木齐新建这个工厂 虽然并不赚钱 但作为交换 你得以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再设立若干生产线 关键是什么 上海大众与中共的武警部队保持着密切合作关系 而武警呢 是关押维吾尔问题上最主要的国家力量参与者 因此这样的合作被看作什么 非常肮脏 我说这个三年前发生的这个例子 是想告诉大家什么呢 就是国际上实际上对新疆问题看得非常清楚 就连一贯与中共交合甚欢的德国企业 德国政府现在都转弯了 现在国际上缺乏的就是一个统一的行动力 需要一个纲领 需要一个报告 巴切莱特就是实现这个行动力 让全世界都参与到抵制中共人权破坏行动中来的关键人物了 为什么欧盟和美国国务院都通过发言人表达了 对这个巴切莱特此行的担忧吗 就是他们认为巴切莱特你急于行动 想给国际社会交代你正好上中共的大 那中共为什么突然一反三年来的态度开了个绿灯呢 就是中共现在反过来有求于巴切莱特 联合国人权调查这个申请 中共一直在推脱 尤其是2020年之后压根被细了 一个疫情的理由就可以给你简单粗暴拒绝了 但是现在疫情的中国大陆似乎是更加危机了 你不说别的吧 你习近平现在全面清零政策那么坚持就可以看得出来 是不是要比两年前的条件更不符合要求了 你更不应该来 更容易传染 是吧 那在这个时候答应了联合国请求让他们来视察呢 为什么 就是中共的国际压力 在这种压力下 他觉得自己出路越来越少 尤其是俄乌战争爆发后 国际社会非常愿意抓紧各种机会联手打击中共 至少逼迫中共回到正常的国际秩序中来 对于习近平来说 只要回到国际正常秩序中来 就意味着什么 他的失败 意味着2017年他搞的战狼外交 在国际社会咄咄逼人的战略态势彻底失败 那意味着习近平会被他的高层和战友们追究责任呢 尤其是两个现象咱们可以观察的 第一个是前段时间在伦敦召开的维吾尔人法庭 他裁定了中共在新疆犯罪了 对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民族实施了种族灭绝 而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这些暴行负有主要责任 第二个就是美国国会的轴心法 直接追索习近平与俄乌战争之间的这个责任 所以习近平个人是非常心慌的 所以让联合国人权专属到这个新疆调查 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高层战略布局 就是要减少中共 尤其是习近平本人被国际社会制裁的可能 或者至少要获得一个战略缓冲 就像这个邀请世界卫生组织来中国搞调查一样 是吧 即便最后的报告一拿出来大家一看 不太确定是不是你武汉病毒所跑出来的 不确定 是吧 是不是自然界的 不确定 是不是人造的 不确定 都来个不确定报告 就这样的一个不确定报告也可以抵挡一阵子 抵挡国际责任的追讨嘛 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的说是联合国上当了 而是要看到中共退路很少了 这才是更重要的观察方向 在这个事件当中 当然了 美国和欧洲议会 不少国家已经把新疆问题当做种族灭绝 罪行对待了 甚至已经立法了 在这种条件下 联合国人权调查委员会 只要它上行程 即便它不给中共背书 也已经是充满羞辱了 打个比方吧 就是纳粹建立犹太集中营 在建立集中营的时候 你去调查 说你这可能要发生种族灭绝 那就有很大的意义 但是当全世界都已经尽数得知 纳粹在集中营干下的种族灭绝罪行的时候 你再跑去调查 那你的立场可能有50% 可能是会站在什么 在纳粹那边 那现在你就有可能50%会站在中共的立场上 所以美国其他国家表达自己的担忧 这个理由就在这里 但是巴切莱特的个人背景和那个谭德塞 被称作党支部书记的谭德塞是不一样的 巴切莱特是南美洲国家智力的前总统 他自己当过两任女性总统 有着很高的个人声望 他的父亲 他这个出身也是 他是反对军事独裁者皮诺切特的对手 阿联德将军的军中战友 就是这个巴切莱特的父亲 那么后来是投入到推翻皮诺切特 这个军事强人政权的民主运动当中 所以巴切莱特在美国的美洲防务学校 还学习了军事防务和政治学 所以他是个立场亲美的 明确立场亲美的一个南美政治家 在联合国呢 他已经与中共代表多次面对面交锋 当你说巴切莱特会不会跟中共唱一出戏呢 他有个人利益考虑 我说的个人利益是什么 是他担任过总统 他担任总统期间就跟中共走得很近 我倒不是说 像平时说的 像谭德赛样从中国那领工资 没这个意思 比如说上海社博会 那智利 他是第一个自己掏钱建立自己的场馆 是吧 所以他很想跟中国大交道做生意 发展自己的民族产业 让国家强大 这做一个总统是很自然的 但是每个联合国高级官员 是不是都有自己的祖国和国家的考量嘛 是不是 所以我们说这个呢 你说这个联合国专员现在担任这个职务了 他就一定会在联合国上 他就占了一个多么公正的位置 不一定 他有祖国 所以这事不足为奇 有利益在里面 那最近比较重大的事件里我们可以观察 就是巴切莱特在乌克兰布查这个事情上 他调查俄罗斯的屠杀罪行 他态度是非常明确的 他不会像谭德赛那样毕恭毕敬的来见领导的 还有一个就是非常有利的旁证 那就是习近平会见了巴切莱特之后 中共党媒依然保持对巴切莱特本人的侮辱攻击 这是非常罕见的 这说明巴切莱特与习近平的见面 是习近平 而不是巴切莱特主动放逼了身段 是习近平有求于巴切莱特来给自己解围 同时还小心翼翼的给自己留了一个台阶下 在巴切莱特之前呢 还有一个视察新疆的 咱们今天说这个事 说说视察新疆的事就顺便提一下吧 那就是曾经担任过中华民国国民党主席的洪修柱 在巴切莱特之前呢 他也完成了新疆之行不久 他在个人社交平台账号上夸赞 新疆的中共党的政策好 新疆的人民安居乐业幸福无比 这似乎是中共想告诉大家的 你看这个还是有外人说新疆好的 即便你巴切莱特不说咱们也有洪修柱 说我们新疆好 但是说这个洪修柱是外人 他可不太见外 今年冬奥会 他是孤身一人雪中送炭 避免了中共没有台湾主流政客前来到喜的尴尬 汪洋接见了他 他当场高喊中国梦不能缺少台湾 台湾不能在民族复兴的大浪中缺席 但是洪修柱千里走单旗 出访新疆的壮举 竟然台湾红媒大陆官媒都没有高声歌唱 自己不得不通过个人账号说自己到新疆打卡了 为什么呢 还是我刚才说的 国际社会都认定了你种族灭绝的新疆 你来打卡会有什么后果 洪修柱为什么在2015年被自己人换下来 不让他去竞选总统了呢 就因为你洪修柱太红了 你导致了国民党丢失台湾众多的民众支持嘛 很多就是党内的 即便是老派的那些国民党 天天要统一的 那他也不见得 我喜欢的 我统一的是我想中华民国统一大陆 我不见得会喜欢共产党啊 对吧 很多老派的国民党 他的他的父亲和他们这一辈 那都是跟共产党打仗打出来的 死了多少人 恨共产党 他不会喜欢共产党 所以中共媒体宣传 宣传你洪修柱 那不是给国民党帮倒忙吗 对不对 那不是不利于中共 拉国民党打民进党的工作原则吗 洪修柱夸共产党新疆政策好人民多多么幸福 这让自己的个人政治信誉在国际上丢人呢 弄不好也会赔上国民党的政治声誉 说的不好听 你就是相当于什么 那希特勒都已经在地堡里自杀了 这犹太人被种族灭绝的事情已经激发了 全世界愤怒了 在这个时候你竟然还要说集中营的门口写的 Arbeitsmarkt frei 集中营给了人们工作啊 给了人民自由 是不是 你现在硬要去赞美中共 中共都嫌你坏事 这下子台湾青年人更加看清楚 原来要领导我们跟大陆统一的这个人 原来是这个样的 是吧 不管是笨还是坏 我离你远点呗 他唯一有的影响力 就是增加台湾本土的分化和仇恨 这次你看在这个美国在南加州城县 orange county有个叫拉古纳教堂 长老会教堂这个枪击案 凶手就是来自台湾的周文伟 他在美国加入了中共的组织统促会 美国灭绝自己台湾同胞 你还要说和平 洪秀柱对新疆的赞美啊 只能使那些被中共深度洗脑的人 一看 哎呦 这俄乌战争一打 中共现在这个惨样了 国内斗争那么厉害 上海封城经济也不咋地了 越来越惨了 看来是无法实现统一大梦了 于是这些人就越来越焦虑 就增加他们对台湾现在的社会制度 现有政权的仇恨 一句话 越爱中共 就越愿意与中共做梦去一统台湾 越愿意一统美国一统世界 就越恨在正常的人类秩序下 正常生活的普通人 就会让自己成为周文伟那样的 甚至在神的殿堂里杀鸡腾腾的恶人 这就是我对最近中共邀请外人吧 去新疆参观这个事情的这个看法 好 朋友们 我们下回再见了